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香港的新聞天天都很多 請大家給個like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10日,星期一 強烈季後風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今天天氣都是大致天情和相當乾燥 吹和換止清淨的北風 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 今天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是10強到屬於15高 好,哇,香港很暴力的 又有追斬,又有打人,真是離譜 有一宗小孩死了人想走 屯門謀殺案那件事 警察在機場逮捕了個16歲的少年 嘩,想潛逃 另外,之前沒有一個小孩在旺角被人斬 旺角每天都斬,問你說誰呢? 等下告訴你 旺角狗惑仔被人斬 原來是說他專門搞人家老婆 你說該不該斬? 當然不該,你不可以殺人的嘛 對吧? 但是就好像有個原因,為什麼他會被人刺 跟大家講一下詳情 旺角的暴力事件 旺角去買袋,新知城那裡 買個袋也不肯換 他老闆拿個摺凳兜,打爆店員的頭 哇,當然是警察來抓人 另外,昨天傅家駿輸了 奧蘇里雲說碰了 哇,香港人很喜歡他 等下要說一說 另外,馬場的消息 你知道現在大師傅只有一個潘頓嗎? 昨天七個贏 雷神走了 莫雷拉走了回巴西 又說不舒服,又說影響表現又什麼的 有人說,不是啦,放你一馬而已 是不是調查什麼的? 田太安去了新加坡 看賽車而已 究竟什麼事呢?不知道 OK仔說到隱隱惠惠的 不要說那麼多 人家馬會也不敢說,不敢公佈 全有很多東西 不過我告訴你,騎士只剩下潘頓 那你以後怎麼買呢? 他可以一是七個贏,可以一是沒有贏 這些都是大狡猾 只剩下劍性,他想贏就贏就輸就輸 好,今天詳細新聞內容 確診方面接近五千,四千八百九十宗 包括三百二十八宗的輸入 三人離世就算少了 死亡年紀不能看 那就這樣吧 好嗎? 就是這樣了 確診的新聞 現在每天找到的資料都是很短的 另外,看看提示 這個新聞真是 東方有報 其餘看新聞 看幾份新聞就沒有 打了針也一年半 昨天 衛生署更新疫苗安全監測報告 今年八至九月 錄得一人離世前 十四天內打針 涉及一名曾接種由內地研發的科興疫苗的 五十四歲男性 初步認為死亡個案與打針無關 至今累計有二百人死亡 前十四天曾經打針 不過報告強調 至今仍未發現任何個案與打針有因果關係 那你不要報了 所以有些新聞都直接忽略了 這一篇忽略了 8月1至9月30日的報告 即是上兩個月 接獲143宗針後出現異常報告 其中45宗涉及住院治療 同一宗打針後14天內死亡 總之全都告訴你不關事 有報告 不過你喜歡就在網上看 不說了 那些薯仔問的事情 對了 另外說一下 是球大師賽 又說什麼 林鄭也是觀賽嗎 有沒有跟她打聲招呼 有沒有問候一下她 當然有 聽說有很多人問候林鄭 聽說而已 這些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當然會有 講講奧蘇利雲 搞定了傅家進 就贏了冠軍 八千多人 官戰就破紀錄 我也十三萬人看過直播 就破紀錄 大家都破紀錄就好了 神奇小子傅家進 是香港之光 誰知道輸了給 有火箭之稱的奧蘇利雲 哈哈 真可憐 大家都很喜歡這位外籍的球手 很穩定他簽名 嘩 奧蘇利雲兩竿破百 這麼厲害 傅家進沒斷反撲也不行 沒有了 這位香港的神奇小子 好 講講其他新聞 聽聽聽 怎樣 先看看 屯門 謀殺案 早前有人打死人 那個人 八月六號屯門發生 傷人和謀殺案 說到昨天有個16歲的男童 涉嫌傷人 先走 想這樣先 當然不行 原來警方一早有他的資料 於是機場就佈獲他 溝漏調查 已經被捕了 警方就此案 早前都被捕了八個 年齡介乎十六至三十二歲 警方繼續說 屯門警區 反三合會行動第一隊 繼續跟進這件事件 警方不排除 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有人目擊這件事 請打電話 要61481800 跟調查人員聯絡 那件事 有個二十二歲的男人 叫梁唔佳 頭部受傷 昏迷去屯門醫院 之後就 被捕了 謀殺案 這件事 已經被捕了很多人 他打算走 哪有走得那麼容易 死了人想走 真的沒那麼容易 這件事有很多人被捕 覺得警方做得好 現在的犯罪年齡層很低 有個十七歲的小孩 藏鞋被捕 為什麼藏鞋呢 藏了什麼鞋呢 你說路鞋 我就知道路邊的鞋 藏鞋 藏鞋 你收起什麼才行 他說藏鞋 警方瓦解本地欺詐集團 拘捕了十一個男人 就是一個女人 三個都是學生 你真是年齡化 很低的 警方針對一個 賭破一個以低息貸款 猜猜我是誰的騙財集團 警方偵破了95宗的騙案 以為串謀詐騙 拘捕十一男就是一女 年齡皆富 十五歲至三十四歲 怎麼搞的 很小 涉款四百五十萬 警方又是一個相信 招募一個傀儡的派對房間裡面 他什麼鞋呢 藏鞋 藏鞋 氣槍 哇 當中一個十七歲的男童 管有仿製槍鞋 我現在看到也不敢買 藏有攻擊性武器 和藏毒被捕 真的 以前很喜歡玩槍 現在 我想19年打後 這些玩具槍 如果你說 不過兩招 你不要說 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找到你家裡有一枝 或者是怎樣 拿出街 說你 什麼 當然 這些犯罪集團 拿著這枝 當時我們在街上玩氣槍 阿Sir走歌 打劫不用用真槍 但最後放了我們走 教會我們 這些玩具要很小心 否則 會被捕 再說 怎樣 荃灣毒品快餐車 越折茶 拒停車 五個警察打爆車窗 把司機按在地上制伏 這件事其實是幾天前 7日 剛剛有片出來 有人說 你的新聞夠了 不是的 已經是最新的 在我這個時空式 可能你看的時候已經遲了幾個小時 香港的資訊很快 在青山公路丁九段發現毒品快餐車 阿Sir叫他停車 下來 他沒有了 他走 想走 多次做出危險駕駛的動作 最終警察截停私家車 檢獲五克的冰毒 市值三千二元 這個數量應該未必是混毒 可能自己自用也未頂 但是就把這個43歲的男司機已經是拘捕 那片段 看到了 就有三分鐘就有一個追逐戰 相當刺激 警察拔出警棍 強行打爆右邊的車窗 習仲人之力把他拘捕 他拘捕 警員在左邊的車窗進入車窗 企圖協助 一夜就推他出來 最終男司機反抗無果 掃明警員把他押在地面制服 歷時半分鐘 想走就走不掉 這些就 沒有了 叫大家不要 弱假 還有 販毒 藏毒 這些都會被人拘捕 好 就說到了 元朗 這件事是不是 新聞 好像是廣告 之前是否說元朗人氣永順食店 有人斬人 打到 店裡是亂七八糟的 他竟然說 裡面的沙爹牛肉麵是很有名的 其實你們有所不知 香港的沙爹牛肉麵也是很有名的 沙爹牛肉麵是香港十大 香港食物裡面是排第一的 你們知道嗎 跟雞蛋仔不分長短 雞蛋仔好像第二還是第三 沙爹牛肉麵竟然是 當然有人稱為劣食 但有些人真的做得挺好吃的 之前被人打人 亂七八糟 那群很年輕的 那群人 二十二歲的男生和五個人吃東西 六個人拿著木棍和利刀 就進去施襲 哇 一個十七歲和十八歲的男生被人打傷 一起送丸 很混亂 年輕人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事件 說回旺角斬人 看看那個人的背景 每天都斬人 如果要跟進 真的在說什麼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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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對 又爛倒又色 最近 和多名有夫之婦 哇 就似乎是歐二嫂被人唱 因為說他專食人老婆 懷疑這樣被人斬了 遇襲的男人一把年多 依然這麼有魅力 五十八歲姓劉 哇 十四K的孝智堆 這些新聞都很詳細 就是猛人 九子華的門生 多次進入了監房 有爆竊藏毒的案底 傷勢不輕 前額後腦傷手都被人打傷了 目前在醫院 口供也下不了 警方未能掌握他遇襲的原因 但初步相信兇徒熟悉他的行蹤 埋伏福全街 趁機就動他了 消息指 被人動那個 被人刮那個 姓劉 很難倒 經常在油尖旺 那些釣魚肌 爛倒一定有個鬥 在哪裡賭錢 搞人家老婆 最近被指歐二嫂和多名已婚女子 是多名 五十八 有什麼辦法呢 我那些人到中年大二十年 還可不可以到處吃人妻呢 想都不敢想 人家老婆搞了你很嚴重的 背後有人唱他 搞了誰的老婆 那些所謂的 黑幫的範圍 那些黑幫的老婆 搞到誰的老婆也不好 警方 隨著他的感情生活和背景開始調查 追緝四名涉案男子 問他便知道了 吃了什麼 他自己心裡有數 被誰砍 不過如果你說太多的話 真的不知道是誰砍你 又吃了那個又吃了那個 所以說 識字頭上一把刀 搞幾個人老婆 就幾把刀 就幾把刀刺你了 真的這些 都離譜了 香港暴力事件 砍人真的多得不得了 又一宗 灣仔外籍男人喝酒後和人吵 有人拿一把水果刀砍傷兩個人 灣仔發生砍人血案 昨晚九點 當時四個外籍男人 在灣仔泰和街遊樂場喝酒 其間兩個分別四十歲和三十六歲的男事主 和兩個人吵架 誰知道對方身有刀 突然拿一把利刀出來 揮舞施襲 兩名事主酒被不及被人砍傷 兩位兇徒砍完人後 逃脂呦呦 四十歲的男事主的嘴唇和臉 嘩 被人砍了頭 另外一個三十六歲的男人 手和口受傷 他們由救護車送到律敦醫院治理 現場所見 遊樂場都有幾個胸的啤酒罐 有大灘血跡 砍了臉和嘴唇 真是破相 很恐怖 外出街 經常說 見到人說兩句 不適合談 有那些暴力 問你哪裏哪裏 不好意思先走先 不好意思走走走 不要跟別人有些接觸 說多兩句 你知道是盲辯 喝大兩杯屎水 有什麼道理可言 只有吵著老母 沒有內容 那些事 純粹想找個位置打架 劇本早已寫定 你會不會掀到那一頁 所以看到有些事就不要走過去 自己也不要留念這些地方 好笑的 有人在小巴 撿到一個鎖匙扣 鎖匙扣是假狗 是假狗 鎖匙扣 哇 網民說 這東西的真實用途 很尷尬 是啊 找到木的姐姐 有人說 不是啊 這東西是泰國聖物 聖物 哪個聖啊 對不對 其實這也是一件事 不過就是插進主人的門口 我這樣說 哇 這麼好色的 大家都嘻嘻笑 因為拿出來 有很多人不關注的 這是一塊木的 是假洋具的鎖匙 物主 你快點去認領 這個真實用途 有人說 其實是泰國聖物 泰國巨靈神的聖物 是用來招財的 我自己也有 我用不著拿木的招財 人有時候就是這麼有趣 好 這個慘了 紅磡有個伯伯 去過酒店吃飯 然後昏迷 就撤死了 寵院不治 真可憐 昨晚7點 老翁和家人 在紅磡紅聯道38號 酒店用線 他沒有說哪間 說伯伯突然暈倒 昏迷不醒 家人立刻致電報警 救護車奉召到場 把老翁送到伊莉莎白醫院搶救 終告不治 警方正調查原因 不知道為什麼 吃吃吃飯 他又不是噎死 無緣無故走去 所以做人 真是很難說 我們要珍惜 北角警車無緣無故走去 北角警車無故走在斜路上 嚇死人 北角流後 你知道死過很多人 這些有驚無險 說到今天凌晨 在北角在斜路上準備開車 警車 意外 向後撞到的士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兩車無明顯損傷 嘩 嘩 他是不是流後 還是進了R波 一開車 他沒有理由 他拍車在斜路上 他應該 可能進錯波 也沒受傷 但幸好 沒有明顯撞爛別人的的士 不然寫報告寫到他們的手軟 對不對 阿sir的車撞到人 小心點 新蒲江有人報假案 女人說被人挾持 叫救命 警察破門進去沒有人 有鬼嗎 新蒲江發生 刀歉女子驚雲 昨天晚上11點 警方接報七寶街 工業大廈傳出懷疑女子的叫救命 報案人聲稱 我看到一個女人在大廈的電梯大堂位置 被五個大隻佬毆打其中一個 拿著一把利刀 女士主其後被人拖進公廈的單位 警方聽到當然緊張 什麼事 不是吧 說到這樣快點救人 隨即叫消防來 打算破門 是不是這間 是的 他一打開門 什麼都沒有 警員在大廈找找找找 沒有發現 相信虛境一場的調查 是不是涉及惡意虛報 暫時還未有人被捕 如果不是你報假警 就是你撞鬼了 這麼大的事情 沒有人 又不出奇 警方來到鳥獸散 真的還不離開嗎 另外大報 一個叫泰鏗鄉公所 遭臨紅油 窗外貼追債的字條 鄉公所也欠錢 有沒有搞錯 昨天上午九點 鄉公所大報 窗口全部都是紅油 留下欠債字條 列出一名姓楊男子和住子 債仔位於灰沙圍的住處 門外也有紅色油漆 相信早前曾經被淋紅油 追緝 警方要找出一個大徒 欠債還錢 但這些是涉嫌位的 切勿以身事發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經常收了錢幫人淋紅油 被人抓到你 好 昨天有很多新聞 其實真的分開來說 否則是很暴力的 在旺角 買手袋 一個男顧客想換貨 換到發瘋 拿一張椅子 打破你的頭 打到職員 流血了 昨天晚上8點 旺角亞加勒街 新之城二樓的二手 名牌手袋店裡 一個男顧客 早前在這裡買了個袋 跑來換 跟人吵 跟30歲的男顧客 發生了爭執 男顧客 立業打破你的頭 一張椅子飛過去 打到他 再用手襲擊他 整個臉受傷 被血直流 整個躺在地 那個男顧客 打完就離開 他說 阿Sir接報到場 調查 看到一片混亂 有錢包 又有雜物 散落一地 經過點算之後 發現手袋 鎖 一個鐵架 一張椅子 全部爛了 藍店員期後 由救護車送到廣華醫院 走過去都可以 幾步 受傷 案件列作 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 和刑事毀壞 追緝一個40歲的疑兇 一定會抓到的 放心 這些有CCTV的大廈 先說一下 這一宗在大埔 村屋打劫 入屋搜尺 偷東西 拆人 夜晚晚 潛行 厲害 戴上漁褲帽 戴上黑口罩 只有上面看下來 這些犯案 真是早有預謀 早有預謀 這件事在昨天10時 一個34歲姓鐘的女人報警 回到家 大埔那個 丁慶路下坑村村屋 住所 發現廁所被人叫開了 回到家 屋子亂租租被人抄过了 警员到场了解和户主点算屋内财物的损失 发现总值20万的珠宝首饰不见了 警方经调查后列作 饱舌交由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探员翻看现场天眼片段相信贼是一个独行贼 不过戴了这个渔夫帽成个明星 你看到他以为是姜濤 这个打扮只是渔夫帽和口罩 你不知道什么 怎么抓人 看看警方会不会做到事 好 怎么样 大埔一个叫做葵方街 街坝 因为左路说市民没有路走 卓永兴就读师 叫他 喂喂喂不可以这样 有个人叫卓永兴 就去见这些黑点 集密左街黑点 在大光里 葵方 这些 就去读师 清理街道 一天之后 变回原形了 没办法 他们出去佔用空间就是这样 大埔区议员那些 希望食环署和警察加强合作 打击左街 好 另外又说说 柴湾山翠苑 我有个亲戚住那里 那些楼很旧 30年以上的楼宁 石屎剥落打爆的车 车主刚刚洗的 在洗车 哇差点被打中 那石屎机大构 无端端的奔匙 柴湾大潭到200号山翠苑 一个叫翠林角 六楼位置 一个单位外长 一尺半成五寸 一尺 你想想多大构 三十多cm 乘5寸 乘15cm左右 那块石屏从天而说 打中 下面一个私家车 车头都破坏了 党风玻璃爆裂 车主当时在洗车 幸好没有打中 否则头就爆裂了 真可憐 损失 这些应该有保险 但也无端端危险了 另外说了洗车 昨天看东桌西望 有件事这么说 报纸也有 大埔有个男人不穿上衣衫 走进女子拿水 搏水喉洗车 吓坏了女人 他说 你怎么进女次 拔一条男次 可能她的喉不够长 这些案件最少干犯两宗罪 有港男在网上发文 大爆有个男人太猖狂了 入女次也不止 还要不穿衣衫 你是不是变态 在大埔丁丽路南坑公次目击 这个男人出入女次最少四次 竟然在这里搏水管洗车 完全 你男人和女人 脱了上衣衫应该都是男人 完全没有理会有女士在里面 有女人在里面 他形容这个男人 吓得女人花容失色 色胆包天出出入入 根据香港法例 这个男人犯了两条罪 违反公次规例行为举止 不可以这样进入女次 这个正路也是不行的 简易程序自罪条例 两条罪 一经定罪 第一级罚款2000元 监禁三个月 不穿上衣衫 这个没事 都不要了 拿人的水来 洗自己的车 因为你这分钟会吓死人 好了 昨天大埔有这么多新闻 记者全部都经常在大埔 大埔有个阿伯过路 被垃圾车撞到 整地都是血的 陰功 不是昨天 是今早 今早7.9时 垃圾车经过大埔太和路行驶 大埔消防局对开丁角路 那时候意外撞到阿伯 神志不清 救援人员到场 用急救包扎之后 送去拿大塑医院救治 过马路真的要小心 另外 你知道这两天的假期 去到屯门 叫屯门隧道对开 叫酷和街 沿海堤坝 草地很漂亮 被以为香港卖阿密 谁知道这两天假期 很多人走去 然后留下大量垃圾在草地 你香港人 别赖什么身身旧旧香港人 你香港人还没通关 通关不敢说 现在香港人搞到那里 骯髒辣辣 很多垃圾 留下垃圾 那些人真的自私了 那些网民就是批评你们的人 是的 有些人扔了小小的包 放在一角落 那你执死人 这些应该装的CCTV在这里 拍到你留下 然后就罚款 是不是 有库房收入 你自己做的 要埋单 一家人四个 就乘四 是不是 做人是要有公德心的 你就对了 这些周末周日 走去塔门 那些郊野公园 走去驳人 我相信有很多库房收入 好 珍惜生命了 尼牧树有个男人 膠袋粒头就死亡 而且我们小时候的妈妈常说 不要拿膠袋粒头 我会死的 真的会死的 52岁的男子姓张 就在那里自杀 昏迷不醒 头部被膠袋粒住 这样也可以 今天天气很好 大家出去感受一下 好像转涼了 气温也挺舒服 时间到这里 谢谢 拜拜